今年三月初美国与英国高层官员一场会谈 主题是降低台海战争风险 讨论内容广泛 从增加外交工作到冲突应急计划 英国官方后来对外只说不评论私下会议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加大打台湾牌 伙同个别国家炒作涉台问题 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有关行径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是在十分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北京当局不开心 据了解拜登政府甚至提供部分盟友 先前被列为禁止分享的台湾情资 当前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 其更远是台湾当局以美谋独 美方一些人有意以台制伐 台海局势的紧张原因确实不只是两岸互动 还有美中交手 美军第七舰队今年以来 已经四度派出伯克级驱逐舰通过台海 机制第一次就在三月 当时中国航空母舰山东号 在台海中线以西海域活动 两大国比拼外交手腕和军事肌肉 台湾从主角变成被动演出 东三新闻 最好报道